第十万年魂兽 第十万年魂兽外 还有一只疑似是百万年魂兽哦 估计许多的小伙伴都是没有发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动漫里面 有一只魂兽是经常出现的 但没有魂力的波动 所以很少有人去关注它 它就是小松鼠了 已经在剧中串场过很多次了 由于体积很小 所以许多的小伙伴都没有关注它 我本人认为竟然出现很多次 那么说明小松鼠的身份 是不一般的 那它会不会就是百万年魂兽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我们下去见 我们下期见